幸运会带来幸福吗? 开书店未必代表喜欢书 但欣妍绝对是爱书之人 这个小书店老板 此刻正在为一本书感触地写下好书推荐 小书店普普通通 却诞生得十分奇迹 欣妍拿惯了报纸 iPad 西瓜 碳酸饮料 这些寻常东西 某天突然拿起了一种叫运气的东西 迷郁静而风不止 这就是她的感受 这幸运让心眼想了很久 最终 她选择开这家小书店 这个有点冲动的选择 竟然成了心眼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 卖书时 心眼会送出一件小礼物 这个送给你 幸运书签 这个书店来了很幸运 希望你能分享它 你还可以去那边许个愿 好漂亮的书签啊 幸运未满 幸福自知 幸运和幸福 好像有点麻烦啊 小胖 新眼的哥们 喂 时光书房 啊 现在啊 你怎么不早点通知我啊 哦 让我享受迷彩 我是太远了 你先替我开一下店 我去同学聚会 好的好的 毕业后的同学聚会有些奇怪 去之前你心急如焚 一路上什么都不想理会 聚会中你又充满失落 我男朋友先送我一个戒指 然后呢 不过她爸妈可是在三环内 给她全款买了 哇 爸爸怀孕了 幸福 不是在你旁边 就是在你对面 来了啊 嗯 来了 做短饭局怎么样 就那样呗 今天是该结婚的结婚 该生娃的生娃 我都幸福了 说我也够幸运的 买彩票都能中 这幸福自知 我怎么没觉得呀 怎么回事啊 太寂寞了吧 今儿病得治 走 跟哥胖吊去 行行行行行 你等等 看看这个 小胖的一本正经随时受不了 但书上的话触动了心严 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 一次被奋不顾身的爱情 一次被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那张好书推荐呢 在这儿呢 幸运是上天的礼物 幸福是人间的花朵 礼物不可预期 花朵且可以用心灌开 谢谢书签给我的幸运 生活在幸运之城 也未曾遇见你这样的幸运 以及你文字里透露出来的 充满幸福的温暖感觉 挺想认识你的 思琪 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 一次被奋不顾身的爱情 一次被说走就走的旅行 是 澳门 喂 小胖 你说我现在想去一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说走就走啊 你说什么 拍着呢 我听不见 行吧 就这么着啊 店你先帮我看一下 没错 至少应该有这么一次 也许重要的 并不是说走就走本身 而是用心灌溉花朵的态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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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快要结束 思琪这个名字仍是个问号 心眼想或许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尽管说走就走 不是他的一贯风格 但至少这城市的感觉还挺不错 所以在澳门的最后一天 心眼静静地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惬意 直到 老板 买单 小伙计啊 麻烦你签个鸡 小伙计 结果是兄弟弟 老板 这是 结果啊 这是我们澳门最有特色的一个造型 铺骨鸡 其实这是一支幸福的铺驴 铺驴 我希望你呀 能够把我这个小店的幸福 满满的都带回去 这个倒挺有意思的 您是怎么想办的 你想知道吗 好 今天客运不多 光彭里听 我这个小店已经开了很久很久 老板的故事 由一个叫思琪的女孩开始 虽然故事的开头并不美好 你知道或许分开 你懂吧 好 那你在那边也好好保重自己 对了 前几天去北京 在一个小书店看到了这本书 送给你一个 书很普通 但书店倒挺有意思的 每个买书人都会收到一个幸运符 其实就是书签了 说是那份幸运会传递给收到他的人 幸运 对不起 其实我真的很想带你一起离开 这是这个男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思琪知道他做不到 他其实很懂事 知道这分手无关感情 只是最终缺少在一起的运气 可这正是最让人痛的 那天以后 思琪时常独自发呆 他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父母健康 生活富足 可这次的失去 让他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生活就是这样 觉得不如意 一切也跟你做对时得越来越不顺 这让他怀疑 自己的幸福是否真实 所以 当他再次拿起这枚幸运符 想起那个 传递幸运的书店 他想 或许 该去看看 来到北京 思琪沉闷的心情 开始放松 他一路欣赏风景 一路寻找 却不曾想到一场意外 正等待着他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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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对不起对不起 刚压过报了都吓死我了没砸着吧 没事了没事了哎呀吓死我了都 原来真的很灵哦 时光书房好像就是这里 看到这书签没 幸运书签 把中彩票的好运传给你们 多好的礼物啊 特别适合你们这种漂亮姑娘 请问 你就是幸运老板吗 是啊是啊 其实是我哥们 不过这会儿老板是我 需要给你介绍一下吗 新道的黑格尔的书 不用了谢谢 我随便看看就好了 哦原来你不是这老板 你个骗人 小胖哥 不是老板没关系啦 给我们打打折嘛 就是 幸运是上天的礼物 即使幸运从未到来 但愿你内心的平和与温暖 依然会让你感到幸福 思琦手中的书 在胡同里的遭遇 以及眼前心眼的话 此刻似乎奇妙地融合了 也许 用心就会发现生活中 点滴的幸运 回到澳门 思琦兴奋地向老夫妇 讲述幸运的书签 和温暖的小书店 以及她关于赠送幸福的想法 时阿姨 我觉得你们也好幸福哦 你们可以把幸福 作为礼物传递给其他人呢 于是就有了这个幸福的托马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和女孩子的合影 哈哈哈哈 天会经常来吗 天会经常来吗 喂,司机 最近心情很好 是否先拍拖 过来听听 谁知道这样 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 就连全公司最恶的那个Mike 都赞他 他这个真的有缘行 真的 上个月在北京回来就这样 是不是有什么奇遇 这个是碑名 谢谢 除了友善的老板 没人知道 心妍为什么要把澳门的最后一天 用来等待 更不知道 有幸中彩跳的她 是否有幸 等到她等待的 但 这就是生活 你不是在等待 就是被等待着 其实生活正是在平凡中 酝酿着巧合 巧合没发生前 可能是幸福的人 在寻找幸运 有或者 幸运的人 在等待幸福 虽然他们还没相遇 但既然能 说走 就走的去找寻 又何妨有一次 说等 就等的等待呢 其实想法很简单 至少一点勇敢 才让我犹豫再散 你我都如此平凡 却想要不一般 怎样才能算圆满 快乐烦恼总来的太快 倒带上张潮的大沙滩 有点空白又满怀着期待 明明像神奇的转牌 所有清醒未来 都无法预算 我们的故事 是幸运的意外 后空荡荡的爱心 被幸福干装满 飞越两千公里的这 一场奇妙安排 我看到那一天 回到来 会精彩 有你的城市 有幸运的意外 我能感觉到 你给的幸福干 就算这条路 我走的 有点可可奔奔 我和你 一点点 享受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